大家好 又回到ISO 《求職新思路》 今天張Sir會再跟我們講解一下 有關真正的評判員要去到農莊 怎樣去進行評判呢 我們會以一些評判的形式去介紹給大家聽 一般怎樣做法呢 謝謝Kevin 我們模擬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審物隊伍去到農莊 Kevin你代表農莊 我第一次見你 Kevin你可否介紹一下農莊有甚麼活動 其實一般來說 農莊有機耕種 有些自養動物 有些自然境 還有一些生態 還有養了一些譬如山湖 又有龍蝦 被人參觀 還有會有些現場 即刻 可能是新鮮的蔬果 摘出來即刻煮給人吃 都會有的 還有會搞一些導賞團 有些關於知識的團 去給一些學校 或者外間的團體去參與 甚至乎會真的有些訓練團 擺在裡面去做的這個農莊 你們的節目都相當光顧 是 剛才提到有些自然境 是 自然境有些甚麼特別的動物 可以看到 現在的自然境 最多的是一些要受保育的植物 就是我們叫做土尋香 會被人去受保護 所以可能可以介紹給香港的學生 因為已經少見了 究竟土尋香是甚麼 可能很多學生都未必知道 所以值得介紹 在農莊裡面 好 非常好 你們的活動裡面 就有好幾樣東西 都值得留意 是 首先你們是會保育一些 貧藝品種 是 很尋向 聽說你們在沙頭角那裡 附近就是紅樹林 是 你的導賞團 會不會帶一些學生 參觀紅樹林 會的 因為現在的中學生 其實在生物學這一科 他們都需要認識紅樹林 其實如果有到一個真實的環境 讓他們參觀 即是叫做多一次的經驗 去參觀紅樹林 可能對於他們的功課 或者知識方面 都可以有多一次深刻的機會 這個非常好 我們在審核的過程 見到這些紅樹林 是 土沉香這些保育 都是一個環保議題 是 其實都有一些法例監管 即是怎樣保育 即是不可以破壞 是 好了 另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就是有機種植 是 你們可否詳細少少說 有機種植是怎樣做的 其實一般來說有機種植 其實可以是很大的原則 可以告訴同學們 其實就是 不可以用現在的化學藥物 那些肥料又不可以用化學的東西 除蟲 那些殺蟲劑又不可以用 在這個大原則之下 就叫有機耕塑 相對來說 怎樣可以令到它好些 就用一些比較自然的方法去種植它們 不讓其他東西去侵害了那些耕塑物 就做到有機這個效果 這個非常好 首先你們不用有害的化學物 去做肥田鳥或殺蟲劑 這個就避免了環境污染 這個是好的 是 第二樣是怎樣保證農作物 是健康生長 你有一些傳統方法 是 可以利用自然的物料 去種植這些農作物 是 這就是環保的概念 屬於reuse,recycle的東西 是 這個不錯 是 好了 那除了這方面 你們會否碰到一些活動 是會使用到 環境資源 譬如水源 你們這個區域的水源是哪裏來的呢 其實在沙樓國一帶那些水域 是 就是那個最大的水源 以及政府本身都有自來水的 是 這兩方面的水源 好 在水源的運用方面 你們怎樣做得好些呢 種菜那部分 是 用一些自來水的 以及其實都會想一些方法 怎樣可以積存一些水 就減低自來水的 用水的自來水 就是不用用那麼多自來水 就看看掘井 可能真的要建一些水庫 但在水庫還在想 就是掘井 其實已經掘了兩口井 就盡量用那些地下水去用 非常好 是的 在你的區域有沒有河流 溪間 其實 紅樹林那邊就是海來的 是 海來的 好的 接著我們就想到 你的區域這麼大 難道不少有些垃圾 是 廢料方面 垃圾方面 你要怎樣處理 其實現在就 一定是分類了它 是 只不過 就是 都是要載它 給別人扔 如果可以重用的 我們盡量都用一個環保的概念 去reuse 了它 首先 我們會減低 那個廢物出來 例如什麼呢 譬如我們那些新鮮的食物 可以不用摘住 還可以在樹上面 還有一塊田上面 我們又用不到 不要全部收掉它 如果你收掉它 你放一兩天 你放不到 我們就變成 需要的時候 就摘了它下來 如果真的耐久了 有必要馬上摘 又吃不完 我們就會分開 盡量去餵動物 讓動物去吃 有些就留給人吃 有些可能有些團體來參觀 煮了給他們吃 變成 盡量在這幾個途徑 去用了那些食物 不要令到要扔 因為在這樣的過程裏 我們不會製造了很多廢物出來 所以相對來說 要扔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我們又不是去生產鐵罐之類的形式 其實又沒有包裝 在這方面的廢物又沒有很多 又不會很多 盡量做到天然 這個非常好 即是利用天然的材料 盡量減少廢料 廢物亦分類 這個概念非常符合環保的循環作用 好了 我們再看看 你們剛才這麼多種活動 包括保育 有機種植 這幾個環境的要素 比較重要 環保的要素 其實要包含 有機方面想推廣多些 非常好 即是有機方面推廣些 盡量折散自然資源 減少廢料 至於保育方面 有想過 有想過 但就真的不太了解 應該用哪個層面去做 保育方面你有土尋鄉 那你怎樣避免 一些土尋鄉被人非法斷伐呢 因為我們就知道 其實有法例監管 這些避免被人去斷伐 但怎樣防範就不清楚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可能市面都會買到的東西 除了一些 CCTV那類東西 可以裝在一些適當位置 可以控制到 至少監視到 有沒有外人的侵犯 是吧 是 這個行動 去告訴別人 你是盡量避免這些被非法行動 其實這個會不會是 檢查的一部份 這個如果你把它放進系統裏面 就是 就是的 其實系統都會監管保育這部份 沒錯 同樣道理 你道上團 你也是教育市民 多些去珍惜這些珍貴動植物 是吧 亦都不想它受到無謂的傷害 是 是 至於有機種植方面 你們有沒有養一些牛羊 有的 有牛羊 套 那類的 都有羊 這些 你養這些小動物 亦都會有些糞便 是 是 那你怎樣處理 用堆肥的方法 是 是 用來種植物 哦 這樣 不錯 這方面在廢料處理 你也做得 極有心思 是 你會不會 看成這個是主要的環保因素 會的 絕對是 因為整個農莊的概念就是要這樣做 是 非常好 我們剛才問那麼多一件事 起碼看到 你有兩至三方面 是有些環保因素你會重視的 是 保育 是 材料運用 是 還有廢料處理 是 好了 這三兩件你有沒有定到目標 怎樣可以實際執行到的呢 目標 是 關於這三方面 這三方面 其實應該怎樣定呢 這三方面 你可以定 譬如 現在你的農莊 有多少地方是已經有有機種植的呢 杜米田 是 蔡田 是 瓜棚 那些 已經有這三個 是的 有三個地區 這三個地區所用的水源 是否都是自內水 還是溪間的水 自內水 和井水 井水 好 如果用井水的量多些 就會 折省自內水 是 是 你可以定一個目標 是 即是這方面可以定一個目標 沒錯 第二方面 你們 養殖 動物 那些堆肥 是用在 種植方面 種植方面 好 堆肥的量夠不夠你種植呢 又不是說 那麼足夠 是 其他肥料 你會從哪方面去爭取到呢 可能沒有下 可能沒有下 或者有些雜草 我聽過有些農夫 燒雜草 都會是一種肥料 是的 這些都有做 是的 這些是可行辦法 其實呢 其實看下你堆肥的量 足不足夠支持你的有機種植 是 你要定一個目標 因為很簡單 你堆肥的量 或者你燒草 產生的肥料的量 是不足夠你種植 稻米田 是 是 瓜棚在田 那你逼著要找這些方法 是 因為現在暫時 又不是說很大量的 是 還是很小規模去種植 是 因為不是說我們想著去種稻米 或者種些菜 種些瓜去賣的 是 純粹是由一個地方 就給一些學員 或者學生 或者團體來參觀 讓他們去嘗試 去耕種 原來 插央是這樣的 是 原來水到田 你要在不同地方 要換的 就是由這塊田 要插到另一塊田 給那塊田休息 這些知識去給他們 讓他們見識到 這些菜 這些瓜 是用這些方法去種 因為不是很大量 所以可能 堆肥暫時叫救應斧 還有長遠的目標 不是想著種有機的植物 拿出去賣 所以可能 未必 未必說要找些 那麼足夠的材料 可能這方面 明白 非常好 其實你剛才也說到輪耕 就是土地 耕了一段日子 你又讓他們休息 其實是可以的 土地可以佩服那個養分 是 第三方面 就是保育 保育 你有些甚麼想法 保育的想法 其實就是屬於土尋鄉那方面 因為它都比較屬於野生 因為其實 香港本身的土地 是適合土尋鄉的 因為其實過往歷史都告訴我們 其實香港以前是 有很多土尋鄉 還有是盛產土尋鄉的 香港 其實就說 我們 在保育方面 只要我們是 不肯罰它 其實大致其實都做到 那個 保育的範疇 因為不需要你特別去 怎樣去施肥 本身 香港氣候 土質是適合他們生長的 對的 其實你知不知道 在你的區域裏面 有多少個土尋鄉 其實都有 整個山頭都有很多的 已經超過了千位數字 是 其實如果你說 要更加很清晰地 讓別人看到 你在保育那些土尋鄉 你首先你自己知道 在你的區域裏面 的土尋鄉有多少 是 那數目 你要保育那數目 是沒有被別人陷伏過 是 那你起碼知道的量是多少 是 平時有個 就是監管制度 是 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訴別人 我正在保育 是 即是這也是目標 這也是目標 是 即是屬於保育的目標 沒錯 譬如你有四千棵 你半年後還有四千棵 是 保育到四千棵 是 如果你半年後 只剩下三千棵 即是沒有一千棵 那便達不到目標 達不到目標 即是你目標定了 你定一個目標 其實就好看 你知不知你現在的水準 是 是 你現在多少棵 就是你的目標 你保持著目標 是 是 那做法就是你定期一下 巡視一下 是吧 好了 我們下一個環節 就會看到 是 你講到 有機種植 是吧 有機種植會有收割的季節 有一些廢物廢料 會產生 是 那你怎樣處理 其實 即是之前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我們去收一些植物 是 譬如 最簡單一個例子其實很好 因為我們盡量都想將 那些 那些種植出來的東西 完全用得回 譬如 水稻田 即是種米 那些米 其實我們就會分開幾個環節 其實收割了的 稻米 其實就會流離 給一些團體來試試 給它打菊是怎樣 怎樣分開到菊 和那些殼 分開了 其實那些殼真的用不到 不過 我們就會用回那些和 即是收割了一些和桿草 做什麼呢 建一些休息的小屋 蓋頂 讓它們盡量收集一些和 真的可以建一些屋 變成就不用浪費和 也不用丟 變成達到一個環保的效果 這個做法真的非常好 是的 可以有些和桿 可以做屋頂 是的 做屋頂 又可以盡量 很好 另外呢 你招呼一些市民 試試打菊 試試打菊 有教育意義 是的 另一方面 你可以想想 就是你招呼外界進來 有吃東西 是的 吃剩下的廚餘 又如何處理 吃剩下的廚餘 其實我們就知道廚餘 是可以分解 可以變回肥料的 這一方面其實已經和大學合作 他們就有興趣在這方面做多些 所以我們就將這一部分 即是在系統裏面叫外輸 外輸給大學去做 非常好 你的廚餘 本來是廢物 現在廢物利用 變成肥料 肥料 肥料又可以用回解種 這個就是循環再種 是 這些過程 都是非常有利的環境 好了 我們在這些過程之中 都避免不了 偶爾會有些意外 是 如果在農莊裏面 發現有些環保上的意外 你有沒有想過 會是哪方面的意外多些 農莊的意外 其實都會要小心的 就是因為真的會燒雜草 是 即是如果 即是秋天天氣乾 可能這塊田燒著另一塊田 甚至因為我們那些休息區 有和菊草 那些都是用木屋 即是可能少少的火花彈了過去 其實都會燃得著它們 沒錯 這方面就要很小心 其實你有這個顧慮 有沒有做過一些演習呢 暫時還沒有 那要考慮 為甚麼呢 如果真的有一些乾草 和草燒了火 你們會不會疏散 或者救火 這些演習呢 第一可以保障到你的物產 第二保障生命 是 這些都要考慮 是 好了 在這幾方面 做了之後 凡是我們講一個管理系統 都要做一個內部評審 是 內部審核 我不知道你農莊方面 有沒有人員上過這些環保管理的培訓 其實還未上過 還未上過 還未上過 那你都可以安排 坊間有很多這些培訓班 當然我們機構都會去辦 這些培訓班有好處 因為讓它了解環保管理的概念是甚麼 其實我們做了些甚麼的控制 使環境持續穩定和改善 內部審核是重要 除了審核 我們還要有管理層的參與 其實內部審核要做些甚麼 在農莊這個角度 在農莊的角度 你內部審核 首先你的審核要了解 農莊裡面有些甚麼活動 哪些活動是和環境的因素有關 你將那些活動有關的因素 就拿出來去評估 評估有沒有一些和法例法規 有相牽連的 重要的就是定下一些目標 剛才提到保育 保育 有幾種植的自然生態的平衡 廢料的處理這些都可以 好了 當你定了目標之後 便要執行 內部審核就要看執行的情況 即是你想有這個結果 有些目標實際能否做到呢 他便會有些檢查 這些活動審核要了解 即是檢查就要留很多記錄 你說多也不算多 檢查的頻密程度 決定你的記錄多少 有些耕作你每日做和每星期做 不別不大 你便可以每星期做一次 是的 那頻密程度決定於你的實際需要 好了 有了檢查 當然了 內部審核都是一種檢查 不過這種檢查 是整個機構 整個系統去看的 好了 做完這麼多事情 最重要是管理層也要參與 是 是 管理層參與的活動 叫管理評審 評審在這段日子裏面 有機種植 保育 還有盜賞 有沒有破壞到環境 是 外界對這方面有些詢問過 是 還有沒有一些問題發言過 有沒有申請 是 做得好不好 有些什麼代政措施在做 是 那這些管理層要知道 也要關心 是 那當然了 不斷改善是 每個機構 必然要守的原則 是 是 即是在環保的角度 沒錯 在環保角度 以一個農莊來看 沒錯 活動就不算太多 但也值得去想想 是 好的 我們也很感謝張Sir 今天很簡單地去介紹了其實 農莊在檢查的情況在哪裏 因為其實 在環保的角度來說 其實大部份的檢查 都圍繞著法例發規 所以這方面的檢查 其實就不會太過複雜 對於質量的檢查 不會太過複雜 其實很簡單地見到 那個運作其實有沒有違法 其實已經是進行到評估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比較簡單 對 希望 希望將來在環保方面 其實學生 青少年 可以多些出分力 還有現在坊間很多 公營機構好 私營機構好 政府好 團體好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環保的先驅了 其實已經 但遲些就會跟很多不同的機構 其實包括 HKCSI 都會是其中一個合作的派對 可以有進一步消息 然後對外公布 我們可能會放在這個機構 給大家了解多些 進一步會是這樣 好的 如果我們一般年輕人 要知道農莊的活動 有沒有網頁可以 其實暫時就沒有網頁 是的 等到時完全開放 就會有多些消息 去了解 希望繼續留意著這個節目 其實可能會有 資訊看到 好的 我們鼓勵年輕人多些 留意下這些節目的資訊 好的 好 今集麻煩張先生 好 麻煩你